各位导游好,我是一卓 这是一个粉丝的号 说进阶落后的太多 让我帮看看是哪里出了什么状况 1500亿的大厢后期模体 咱们先来看一下混沌版吧 这已经是镀截版本了 这个号还是大成 差一个大进阶的话 落下的确实是挺多的 看一下这个号的刻度 2400的微刻 照理来说不应该拉下一个大进阶 月卡、G卡都没买 微刻玩家的话月卡、G卡必买 你要不零刻,要刻进的话 这月卡和G卡是首要要刻的 现在来看一下修炼进度 大厢后期18重 修炼速度1061 说实话这修炼速度确实有点感人 还是带了奋起Buff的情况下 提升修炼速度的三大途径啊 功法、先有路、还有新速谈 咱们先看一下功法 这号组的话放了很多新手都会放的错误 这点了太多的圆满了 这功法本 像这种 点圆满之后功法属性加100% 这种根本没有必要点啊 这纯属浪费 百花绝进来没点 百花绝的话 点到第九层 每天单要服用加一 这个必须要点出来 不过也不要多点 把第九层点满也就可以了 这太轻道法的话也是得点 第十二层的 洞辅基础灵器加4% 这个要点出来 把天向地 激活的话 秀为弹药效果服用加1% 这个点领悟就行了 领悟激活 还有旁边这个净首股神速 这个也是需要点出来的 第十二层 每天单要服用加1 十二层点满就行了啊 像这样点满就行了 后面就不用再点了 预清先决 把第九层点满 灵器加3 这还是不错的 第十五阶的话 把这个诸天魔宫 点满十二层 十六阶的话 点这个天真玉书宫 把十二层全部点满 把这些功法全部点满的话 修炼速度也不会太差 这个功法的话 也就点到这里 装备神冬的话 没什么多说的 你现在还是大神器 想拆一个大境界的话 无论怎么带 都是爱打的 你要玩模体的话 建议还是趁这段时间 去排卖行 讨一个 镀磨法宝 镀磨锤子 你到镀磨 镀磨锤的话 直接就可以带上了 咱们来看一下 先有路 两简的话升到81级 土纳经验加成 然后龙姬公主 龙姬公主 圆满 最好先升到81 交怪效果 加一 胜功报的话 点到117 额外的土纳次数 加一 套贴的话 点到117 秀为丹药加成 加3% 姜子牙的话 点到116 经验加成 加3% 白鹤童子的话 点到圆满 它会有秀为丹药加一 升须的话 优先把龙姬公主 点到81 然后白鹤童子点满 其他的话 按顺序就行了 随便的 耗主的意愿是想玩母体 母体的7.74不灭后期 接下来我会出一期母体的新法试评 耗主到不灭后期的话可以参考这点 看一下药源 药源的话 田没开满 像这种没有瓶子 田就没开满的情况下 建议的话 只种到法果 因为你到法果的话不够吃 还有在你到法果总值低于50的情况下 千万千万 不要种金色一下了 全部种金色的 不然的话 你现在收完这一波 你到法果就没有得种了 法则的话 耗主也是犯了一个新手都会犯的错误 语录均章 看一下这个表 50级的话 它倍率乘以2 150级倍率乘以2 250级倍率乘以2 每隔100级 它倍率就乘以2 所以我们点法则的话 优先把一个法则点到倍率乘以2 像这种的话 你要把一个法则点到250级倍率乘以2 然后你再点其他的法则 一个一个点 像这种雨露均章的话 就没法享受到倍率乘以2的修炼速度加成 就会拉下别的很多 刚刚咱们点一下功法 弹药又可以多磕一个 61个红弹 耗主是真冷纯 像这种红弹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纯 你早点到度节期的话 你修炼速度是乘以2的 翻倍的 说实话磕着红药还是有点爽的 到这速度的话应该一个星期这样子就能到度节期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星宿坛 星宿坛的话也就开了一个槽位 剩下的三个都没开 出生的话全部点到21级 像这种的话 你星宿潮的话你一定要先开槽啊 像日龙等级的话你把槽全部开完先 然后你再去点这个等级 不然的话你会很亏的 紫色弹药加成和洞府灵气加成 你现在都没吃到 好了今天的看号就到这里 修仙追记己功近利 我是玉祖 咱们下期交会 我们下期交会 感谢观看